怎么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我就要告诉大家 他的号码是77号 我为你花了一百多万 还还了你的孩子 你太过分了 你是说他以前是做那种的 软犯男人真晦气 你可真是我的好秘书 你这出戏野蛮了吗 苏秘书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我的名声全毁了 牟总 反正你又不结婚 平时也不尽女色 这不是一举两可吗 牟总 你该不会喜欢男人吧 要么降职 要么道歉 你自己选 你 你别生气 牟以安 牟以安 你还真的是跟传说中一样难伺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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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失省 靠的就是伪装成职场小孩 混入各家企业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就幸福点 临死 张国宋 苏总 苏美主 我有一个麻烦需要你帮我解决 我爷爷相中的未婚妻 这次行动只许失败 不许成功 放心吧 牧总 办好我不一定 搞砸 一定幸福 莫颜 这也是我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你对得起我吗 苏小姐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个死炸男有什么资格说话 哪来的 还有木总 你能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吗 你还不知道吧这位小姐 他以前当牛郎的时候 我一直在帮助他 你只要 这一处梦做得可真好值得 这一处梦做得可真好值得 原来这不是梦 我和沐一安 gorua 苏三连你要记住 你昨晚喝醉了直接就回家 什么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清楚 誰啊 竟然被睡了究竟是誰 蘇秘書 來我辦公室一堂 昨晚神志不清 應該不會記得那檔子事 蘇秘書 完了 我竟然把這麼重要的東西掉在了房間 給你三天時間 找出她的主人是誰 犯罪的是我自己 讓我在三天內去哪給你找 找找人 很難辦嗎 不難辦不難辦 只是什麼 找到之後該如何處置 是帶來劍靈還是 讓他消失 一個稱呼不清醒 還讓我闖著 不是競爭對手派的 對就是沒有東西給你 還有 我昨晚給你打過電話了 是 昨昨晚我不是喝醉了嗎 沒去找你 你要是不回家 我的清白就保住了 扣你一個月工資 把你沒有做到秘書印鏡了 你那挖皮 還真是你不虛 是 莫總拿的是 那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幫我 掛個號 啊 這就是你給我掛的號 有什麼問題嗎 你是在質疑我的能力是嗎 你是在質疑我的能力是嗎 好像 她的能力確實還可以 蘇米說 我是讓你掛傳染病科 不是軟科 傳染病科 我潔身自豪二十多年 這不是侮辱我 抱歉牧總 我這就衝前去過 喲 這鬼鬼祟祟的 我當是誰呢 原來是曾經的頭牌 牧總啊 薇婉小姐 請你適可而止 適可而止 牧總說的是沒總是個而止 您這是 出局了 太可惜了 牧總 實在不行 咱就別這了 再會做這麼多年 總要有點職業病的 威婉小姐 我看你的職業病更多 聽說你們家公司 已經成為了一個空殼 你也就是一個名義上的 附加前進 蘇秘書 蘇秘書 你算個什麼東西 你也敢羞辱我 牧總 號已經掛好了 咱們走吧 牧總 你們兩個 之前是在耍我 話別說的這麼難聽 非凡的總結 那是牧總 實在看不上 這才叫我去解了一道 好啊 你們兩個 還敢算酒 我要去告訴牧爺爺 他真讓他們說對 你牧以安 就是個有娘生妹娘養的 才會用這種嚇死手段 威媛 信不信我讓威子 滾出江城 牧以安 你當我是嚇大的 誰不知道 你媽當時被搞大肚子 架不出去 只能把你生在面前 也就你爺爺把你 閉嘴 你母親是小三的婶 江城仁靜靜 之前我就總聽牧總說 你發驗照給他 現在看來 確實是小三教養出來的作態 叔叔你算什麼東西 你小小秘書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直手畫腳 這不是一個沒有私生死吧 還真把自己放在高位了 牧總是靠著自己的能力 才走到今天的位置 不像某些落魄千輯 只知道幫他了 你說什麼 噓 威安小姐 小心 別跟著他一起 這樣 我給你五十萬 你把這個視頻刷了 我看你這全身上 掏出五百塊錢都費勁 還五十萬 想保住你的工作呀 也不是不行 你 嫁給我那智障的兒子 王叔哥 真的 給你五十萬 數花錢 沒嫁入豪門 那就覺得自己有錢了 你以為豪有錢人都是傻子嗎 有你這樣炸啊 林沫 我限你五分鐘之內到地豪大酒店的監獄室 好大的靠 你知道林總是誰嗎 王主管 那你知道我是誰 嚇死我了 你還能是地豪的老闆嗎 我看你這還有幾分姿色 咱們當個小外圍 吊吊老男人 能掙點小錢 王主管 我現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開除了 給臉不要臉 老王 你好大的膽 你胡說什麼 剛才我就看在你在掛號 然後偷偷摸摸的進入肅產課 沒猜錯的話 今天是過來打胎的吧 你血狗本人 三個月前 就聽說你因為亂搞 被墨家大少爺拋棄了 這才想來討好墨家 是不是 當初確實是他纏著我爺爺的 要我娶他 給我堵著 慢走 我送 叔妹說 剛才多謝你了 你 一個月工資不扣了 年終獎翻倍 謝謝你送 穆總 我是第好酒店的經理 我們分析監控 找到了那個女人 監控查到了 怎麼會 我明明避開監控了 好我馬上來 穆總 你今天下午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我去吧 你放心 我一定幫你把那個人找出來 叔妹說 如果找不到人 我拿你試著 放心吧 這個女的 她是有意避開這個攝像頭 但是 她可不知道 我還藏了一個 原來是你 真是個異想天開的蠢女人 你以為你不爬上穆總的床 就能 俘惑穆總的心嗎 嘻 毛主管 我 我 我現在就給穆總打電話 林總 林總 您 您怎麼來了 滾開 蘇總 蘇總 是我狗眼看人機 是我瞎了眼了 快滾 蘇總 視頻我已經刪除了 並且派人告訴穆宜安 視頻你贈壞 這下看你怎麼整個話 鬼鬼祟祟在門口幹嘛 微軟人家現在經營狀況並不好 這份合同價值三個億 他可以作為條件 幫你出口惡氣 他這是在幫我 怎麼 不喜歡 有了這份合同 微軟人家想怎麼收拾 就可以怎麼收拾 謝謝毛總 跟這種小人之情 沒有必要 好 如果你有需要 隨身在哪 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先走 等等 監控那邊查怎麼樣了 監控那邊損壞了 沒有找到那個女 我知道 酒店那邊給我打電話 不過蘇秘書 一個爬床的女人 這麼久都沒有跟我要公口飛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什麼 抱怨他要的更多 說不定他已經壞了我的孩子 遠走高飛就等生下來 去加入木槳 嗯 不走 他應該沒什麼想法 蘇秘書 你的能友是非常認可的 可是找一個人這種小事 你怎麼就是做不到呢 那個人 該不會是你 那個人 該不會是你了 故意不想我找到嗎 你怎麼 你也喜歡我 不想別的女人靠近我 穆總 您真的誤會了 這次是我辦事不理 你放心 目前最讓我滿意的女人還是你 蘇秘書 今天好好收拾一下 今晚和穆少俊談合作 您準備對他動手了 準備了這麼久 也該讓我這位好小叔 自食惡果 滾出牧師集團了 你們走 小叔 我來了 咱們牧種和獅子大墓 在你面 登天 小叔 是我來晚了 我跟你陪醉 小叔 啊 哎呀 小叔 這是微光計劃的活動 您看一下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前提吧 千字開 您讓蘇秘書陪我睡 小叔 您喝多了 蘇秘書 您回家 一安 您要知道 你想要在牧師站穩腳跟 離不開我的智慧 只是一個秘書 你有什麼捨不得 小叔 蘇秘書我做不了主 就算能做 我也不用肮脏的手段打成腳椅 一個女人 玩就玩了 當真比合同重要嗎 一安 小叔 告辞 沐秘書 你以為這件事是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嗎 給我上 啊 啊 宋秘書 真酒不錯 還是 不能跟上 我沒給你 這合同你一輩子都被人我簽 我以為你不共在地 小叔 我奉陪到底 沐總 今天謝謝你 你 衣服有點掉了 反正也沒什麼好看的 沐妍 今天 我得罪了穆少俊 他不會回來報復你吧 這些事情 都沒有你的安全重要 喂 幫我監視一下 穆少俊最近的行蹤 對了 你不是號稱視頻恢復大師嗎 有個視頻需要你恢復一下 最近你住我家吧 穆總 不合適吧 我怕穆少俊又找你麻煩 您來了 視頻我已經開始修復了 想必這位一定就是 蘇小姐了吧 介紹一下 這位是江城 全世界最好的黑客 江先生 你真的能復原視頻 小看我 三分鐘就給你修復好 我倒要看看 這個膽大包天的女人究竟是誰 我倒要看看 這個膽大包天的女人究竟是誰 好了 這好像是 好像是 蘇秘書 蘇秘 蘇桑妮人呢 這誰知道 當然是帶著咱們穆總的初夜 好露了 蘇桑妮 只要我把你給抓到 趕緊查一下 他家住那 這個車位好好跟他抱 是 穆總 人我已經找到了 蘇秘書處在希望花園302號 穆總 你喜不希望我陪人把他去帶回來 等一三 我自己去 另外 送女生表白禮物 送什麼好 表白 禮物 穆總我沒聽錯吧 他現在在家嗎 我查一下 找到了 蘇秘書他在 他在公司裡 背車 回公司 讓他消失 讓他消失 好 不用你讓我消失 你自己收拾東西 怎麼了 裴峰牧師集團 十八個億 限期裴峰 蘇秘書 哈 嚇死我 蘇秘書 你可讓我好找 穆總 我做了你那麼久的秘書 你沒有功勞也有苦 對吧 我知道 那晚的事情你很借慌 但 那就是個意外 你想說什麼 那晚的事 不要追究了好不好 如果我說我不同意呢 我做了 我做了 我們要點小哈呀 不要生氣了就好 你要幹什麼 今天遊戲 到此結束 拜拜 讓我放 主導電 我看你為了他 還是得快點跑 這母鴨也太難吵 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別走啊 小牛 長得這麼漂亮 裴哥 玩玩呀 滾開 狗子別告訴你不客氣 你又怎麼跟不客氣 快來呀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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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自找 手上你 就出來了 地點就在附近 怎麼不見了呢 你們幾個 雖然沒送送 今天絕地三尺的 要給我找出來 手上你 穆總 穆總 您是怎麼認出來的 你身上的相處得出賣了 跟我走 穆總 咱們有話好好地 給木顏打電話 找一個緊急的事情 讓他回憶 通用世界吧 你幹嘛呢 穆總 你怎麼不穿衣服 謝謝穆總 第一次你把我睡 第二次 勾引完我就跑 你說 我該怎麼著 穆總 你待著你待著 我牙齒逼高 啊 穆總你幹嘛 你說 穆總 穆總 什麼事兒 什麼事兒 你來個神秘資房 要給咱們牧師集團 注資18個億 現在要你馬上過去 立刻簽字 這怎麼辦 我們現在馬上過去啊 蘇小姐 想當你 我 我 說穆總 我別對人家生氣了 我也真把人氣走了怎麼辦 快去找 是 穆姨 老娘給了你18個億 這下咱們兩不相親 你以為能一走了失嗎 怎麼會呢 你 我 結婚吧 就這樣你 你跑吧 你跑到幾下還叫我會追到你 你们说这里有好多有钱给的公司 正好过来握索 今天 将大据在这 最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林副总也没说这个宴会组织者是木耳安 这下可糟了 很遗憾 由于我经营不善导致木师亏损严重 接着起 我将持续一线木师的职务宣布个人破产 新任总裁 由我的小说 木少军建议 我终于找了 木少军这动作 最近是越来越大了 一线按照原计划进行 请君助悟 明日便宣布我引旧辞职 这木师以后由他掌权 养肥了 狐狸尾巴自然就露出来了 到时候 直接一网打尽 是啊 木松 咱这旗下的可真够大了 他想不住去都难 另外 另外 苏小姐的行踪找到了 他在哪儿 他明天回来应聘业会的服务生 有意思 一键双挑 苏东霖 停跑 站住 好帅 好久不见啊苏秘书 好久不见啊木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 是停走 有些事儿 还没说清楚 你别着急走 是 之前是我睡了你 那 我也是受害者呀 再说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要 对我负责 啊 少年 这是你家 不能让他知道我的事 这是我前的副主家 我离开牧师之后 找工作没人要我 只能在这给人当保姆 你还有工作可以干 不像我 下顿饭都还没有找你 要不 你和你副主说说 让他们顾我当司机 实在不行当个宝啊也是啊 他们 都移民国外了 你工作的事情 我没法帮你解决啊 我知道你现在也很惨 快回去吧 这么大个别墅 这座合适吗 小明 有点紧要货对 可能就想调动对 我跟你说啊 我在这是要干活的 那地上的砖都是我 一块一块跪在地上擦的 我可以帮你做 你就让我留这吧 您的大少爷 你哪干得了这种粗活啊 我我可以学 我什么都可以做 嗯 小明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住这吧 好不好 他真的 过得这么残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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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秘书三号 帮我找家房主 不管什么价格 都要买下 租秘书 这套房子 就让我送你再一遍 奉以安 怎么会对我这个小秘书这样 他该不会是真的走走路了吗 我先给你爱他 这里都可以吗 苏秘书 现在你不是牧总 我也不是苏秘书 你就叫我苏苏就行 啊 那你叫我安安就行 要不然我还是叫你乙安吧 都行 大半夜的我不让你睡觉 看你还得不下去 哎 哎 你怎么起这么早 你怎么在这啊 我给你准备早餐啊 早餐 到时候 你适着 多吃点 好看吗 好 什么 摸吧 摸一下 身材确实不错 手感真好 他竟然为了留下来 不惜牺牲自己的色相 谁色性也 我就不信 他不对不动心 不行 我不能被他蛊惑 必须赶他走 我吃饱了 我先去洗澡 雲雅 雲雅 怎么了 是网泡 你可以修一下 我 我差点忘了 你一个少爷 你哪会修这个呀 所以我故意弄坏的问题 让你直男而退 赶快离开 我会 那交给你了 喂 江城 来城南别墅三号 从厕所那个小庄进来 你会修浴缸吗 我呀 年终奖翻倍 我呀 我呀 请咱俩手 工具在哪儿 去吧 我去 我不是 我不是 这 这 马上给你 快点 快点 等一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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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好了 沐妍 都这么久了 你修好了吗 啊 你已经修好了 是吗 那我进来看看 等 等等 没关系 准备走吧 快点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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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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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可以进来了 真的修好了 啊 修好了 你快去换一身衣服吧 我只是他们 不雷的一环吗 那我出去了 竟然真的修好了 连这种委屈都能受 看来沐妍现在的日子 确实不好过 沐妍 家里的地都脏了 你快脱一下 苏律师啊 苏律师啊 苏律师你好 我们物业举办的清洁动活动 求从了咱们三个别墅 那作为奖励 我们将承担您一年的 卫生清洁 和家电维修费用 谢谢啊 我出门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 啊对我也要去 苏总 新体制作的蔡兴集团 是目前投资最好的选择 我已经安排您 你秘书的身份入职了 近日报到即可 不错 只有这样 才能更加厚重的老做主材 沐少俊怎么都想不到 你就是蔡兴总裁 他现在 应该很嚣张吧 跳梁小丑罢了 越是嚣张 无力越把录制作越快 苏总 我脚巴上 奶的东西 你是谁 啊 他是我朋友 你朋友 既然苏小姐姐送到了 那我先走了 他刚对你这么青年 他是你什么朋友 他 是我学长 我蔡兴的工作就是他介绍的 今天送我来入职 你来干什么 哦 我今天来给慕 慕颜介绍了蔡兴的工作 什么工作 保安 你看 这就是我工作地方 保安 慕总以前对你这么好 你就给他介绍保安的工作 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 你别怪他 你也知道 慕绍俊老是打药啊 我也拼不讲连来的江总啊 他现在可是参星的 主席副总裁呢 啊 副总 啊 对 我是副总 喂 喂 苏小姐 你到了吗 今天去带你 哦 好 马上了 我送手吧 哎呀慕总 你怎么能说自己是保安呢 少管闲事 是是是 以后啊 别再问告诉我身份 在公司多叫个诉讼 是 来 6 3 2 1 开始 过 我们 现在从外 你只要按照他要求做好事情就好 对吧 对吧 经理 那个 那个 什么叫秘书 秘书 不好意思啊 苏小姐 现在秘书港订了其他人 只剩保洁港了 你愿意要港吗 刘雨姐 我面试的是秘书语吃 现在临时调不合适啊 谁不知道你以前是沐以安的秘书啊 那沐以安 现在都成灿星的保安了 你以为你还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呀 愿意干就干 不干 只能把你辞退了 为了考试 我忍 保洁就保洁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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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了 党不威促走得到 当了他的时间你赔得起吗 我倒是谁这么不懂规矩呢 原来是苏秘书 我倒是谁这么不懂规矩呢 不对 应该叫你苏宝洁 半年不见啊 你怎么这么落魄呀 之前那个趾高气昂的苏秘书呢 我靠自己的本事去 有什么落魄呢 倒是你 现在还在靠男人 我靠男人为有男人靠呀 就像你 他沐以安都沦落到在 餐兴集团到保安的程度 你来这儿 该不会是想勾得什么新总裁吧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 恢复我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敢这么说话 我什么身份 说出来吓死我 微副总可真是养了一条好骨 不过我提醒你这句 这里可是办公区 领导经常会路过 要是看到乱成这个样子 您单待的起 还敢淋嘴 打发本来就是买 还不快弄 其他人 跟我去会议室 拆上了这个财报会 财报会 那我得去听听 莫总 莫总 不好了 我又要你刚把苏小姐叫我保洁了 什么 竟敢这么对苏松 莫总你这消消气 我们现在还不能辞退他 毕竟他是莫少俊的情妇 我们还在靠他传递信息给莫少俊呢 你去敲打一下不愿 然后给苏松调回来 再给他涨两倍工资 是 我们可是公司的命 章领部的主旨是什么 你们都忘了 我做的是什么东西 我 四伯爷 不让人当了 上进度 双手部的叶子很差 把他们脚尼全给我砍掉 站到月份 新下午的计划说 怎么还没有变我 你们这晚上都我加班 好 先帮出去 帮我吃饱饭 给 快了 给微副总监制的项链不见了 是不是你拿的 我劝你还是好好找一找 那条项链价值三万 你个臭宝洁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微副总 如果不是我拿的 你跪下给我道歉 撒谎 就是就是 只有你碰螺的包 一定是你拿的 给我搜他的身 哎 干什么 是这个吗 你的手张还能在膏里面 这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这不是从你口袋里拿出来的吗 你误会了 微副总 你这全身上下都是假货 难怪一个假货项链 也会如此小提大作 你说什么 我胡说 微副总的包是迪奥的吧 但是据我所知 迪奥同来没有出过这一块 还有你这件衣服 爱马仕22G秋款 这上面应该有一个钻 你这个是不是又美 看什么看 下会 江总 您找我 卓小姐 听说你前段时间被那个微微安欺负了是吧 我现在马上就把你调回秘书港 那个挑事的H2和那个叶叶 给你一并给你裁掉 嗯 微微安的话是没办法 它是公司负责 我只能把他三个月工资了 不用调回来了江总 啊 为什么呀 我犯的错误当然要弥补呀 来 再给你涨两杯工资 你要是执意这么做的话 我就辞职了 啊 为什么呀 沐延安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 如果沐绍军要是知道你特殊照顾我的话 肯定又会针对他了 我不想他又丢了工作 万一他赖上我彻底不走 我先回去了江总 沐总 你听到了吗 我想让苏叔这么关心我 对我这么好 我想 他一定是爱上我 你说没种可能 苏小姐只是觉得你很可怜 哎闭嘴 哎 苏苏 你不用让江城对我特殊关照 我现在这样真的挺好的 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你是怕失去我这个免费房东吧 晚上咱俩去捡点肺股 好 好 一个保安 一个保鞋 一样的就算 现在看你呢 还真是俊飞 怎么走到哪都能听到你选飞 真是毁 魏经理 你从大半年都有交车费 如果今天再不交 恐怕这门 可能是抽不去 以我的身份 交什么挺成 还不赶紧给我起开 耽误了我的大事 准备的起 不管什么身份 今天这车费 非交 如果上报公司 那 你会不会大 挺车费一天不过三十块 我给你就是 魏经理 您记性的变质 刚刚说了是大半年 现在像交一天 不能过去 你才不会是刚被扣了三个月的工资 交钱吧 我们俩 你交钱 你们俩给我堵着 拜拜 一安 咱们今天定个小目标 不捡到五百块钱的东西 绝不回家 好 我跟你说啊 一种玻璃瓶是最直减的 然后是一拉罐 最后是塑料瓶 你要是看到报纸啊 我也可以剪 但是你记住别沾水啊 不然在垃圾上面不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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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种玻璃瓶的 节省空间 差不多 咱不再去面子 帮我立刻准备一下 就是这儿 全江城最有名的别墅区 这垃圾通样绝对有好货 糟了 在这里捡五百块钱 岂不是亲而已去 莫总这是搞什么物理 可以吗 LV的包包 我就说咱云切得太好了 今天 这什么家庭啊 这种能别人 钻石项链 我看看 哇 这条裙子 很奢奋你 刚好配这条钻石项链 这也太巧合了 怎么可能 这一看 就是两个有钱人在吵架 互相送的就全部扔了 现在钱这么能转 说上就让太浪费了 难道说想多了 走吧 回家啊 我帮你吧 不用你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突然发现 他长得还挺好看 苏总 有人反复打来电话 要求购买您现在居住的这套别墅 不卖 卖了我住哪里 牟总 城南别墅的事我问过了 业主的多次打付都不卖 跟他说我很喜欢那套别墅 出价多少我得要 他这么有钱 为什么非要盯着我这一棟 就说我很喜欢他那套的风水 这套房子 客主破财 没关系 我们硬扛得住 我这栋房子 左边邻居偷税被抓 右边邻居涉案被捕 没关系 我奉公守法三好事 我这套房子 我出十倍高价 什么元大头能出十倍价格购买这栋别墅 告诉他 能卖 但我需要当面墅 您好 请问是您要购买城南三号的别墅吗 怎么是您 怎么是您 我是帮我钱顾住来交易的 他不是在国外吗 倒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 沐 沐 江总 你来了 是这样的 苏小姐 你也知道我跟沐 沐兄是好朋友 所以呢 托他来帮我把把关 你怎么会在这 公司福利 江总在这的奖品 谁抽策上上前 这套价值八千里的别墅就可以 想 好 好 这个江总真是个冤大头啊 花了八个一百的别墅 就这么当公司福利了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好的运气 我也是你的 怎么可能 我已经在 上上千座的标记 到时候 这个别墅自然就是我的 不好意思各位 这栋别墅归我了 那经理的这部暗箱工作 可真是挺不知事 你个臭暴街 就是妒忌我的好运气 才故意污蔑我 你没有暗箱操作 那这上面的标记是什么 分明是你标的 他一直都在为大家视野当中 怎么可能诬陷你 我请 我们重新抽签 傅雨安 你敢质疑我 那你敢质疑我吗 江总 从现在开始 为了确保公平 我会亲自替大家抽签 没抽到的人呢 会收到年级五千元的资金 好 好 好 让我们恭喜苏三宁女士赢了大奖 好 魏經理做人不要太 山讀刻薄 你看我就說是你吧 這個別說是我的了 嗯主要是白德巴克 小心吧 蘇桑明你給我等著 他的命可真好啊 那么几钱的别墅 直接做梦子可以想 是啊是啊 他可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有个文件需要称个字 你什么好 你们也想当保洁吗 这做的是个什么东西 这采购部的预算 怎么这么多啊 公司战略部门的作用 是帮助公司制定未来发展方向 而不是像你这 苛扣员工 撒压其他部门 我是公司经理 你个臭保洁 懂什么呀 看了脑一算会做报表 我以前在牧师 做总役的时候 这些工作都是我亲历情 倒是你 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这半年换了八个 你真的会做报表 欺购进员工算什么本事 别说了苏小姐 还是经历我无法追不起 就你做的这份报表 这数据错得有八个吧 你真的会做报表 我劝你还是好好检查检查 这就来了 苏总 这份文件非常的紧急 不然我不会麻烦你的 就这个战略 感觉行通虚实 看似重要 实际却影响不了其他部份 就好像是专门为微弯设立的 我在国外也没有发现蔡新大股东的消息 也许 她并不在国外 继续查 苏总 您的嘴上沾上奶油了 苏苏的事不劳你费心 原来是沐总 早已晚闻 我现在已经不是沐总了 我是苏苏的 同居男友 学长 咱们事已经聊完了 你先走 你刚刚胡说什么了 你什么时候称我同居男友了 那个男人一看就是一关禽兽 男人最懂男人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我在 他早就对你动手动脚了 他只是帮我递了一张纸 倒是你 天天赖在我家不走 你俩到底谁是一波情绪 当然是他呀 说先你在我手底下工作这么久 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 行行行 您最好了 林牧 二十八岁 英国剑桥大学金融学博士 现在不仅是天河集团的副总裁 可是股东之一 为人稳重 行事果断 很难对一切的商业天才 他要是当年的情敌的话 可不太好对了 要不 我都忘记了身份 现在不行 我一定要将牧师吞并 这样 灿星的市值会比天河高出一倍 到时候 林牧不过是手下败将 不足委屈 牧总 你把人家当对手 人家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 嗯 我让你刷的马桶刷干净了 你已经打飙了吗 就在这休息 当然干净了 我干完活为什么不会休息 你怎么证明你刷干净了 你怎么证明我没刷干净 你把这杯拉桶水喝了 我就相信你刷干净 微不动 这脸就逆刷 咱们就不能省着点注意 你堂堂一个副总 欺负我一个小宝洁 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 这微经理官大吉家总员呢 在这个公司里 我让你喝 你就得喝 懂吗 我要是就不喝 你要是不喝 用一万种方法 让你从这个公司里带 像这样的人 在这当宝洁 都是派人的职 我没有资格当宝洁 你就有资格在这当副总 我疼哎 是吧 我刚刚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了这些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些都是你贿赂手下能够买奢侈品的证据 难怪今天穿的是正品 原来不是自己买的 给我 你丑保洁给我闭嘴 小钥匙吗 可以啊 那你就把这杯苗桶水喝 别浸泡 别浸泡 甚至不会喝的 不喝也可以 那你只为你包含的行为 再道歉 做梦 苏苏苏 哎 你别走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 我可不能保证 这些小票会不会出现在 嘴巴的桌子 你敢威胁我 愿赌服输这个道理 我已经也不会不懂 你的保安 你确定你要护着这个人 苏苏和我光明领悟不像 一直做别人见过的光的情组 苏苏 你只是一个私生死吧 你有本事都现在起啊 何必被人施舍当保安 刚刚这杯马桶水 声音在倒在你的嘴 苏苏 我劝你以后别对手速做任何事 否则 后果你是不担不起 你给保安感危险 你们俩 该不会是一想天开 这都凭自己的身份 可以看见总裁的 现在算个什么东西啊 沐妍 他算什么东西 有人得找你在这 是不是才能导思 江总 苏苏 我对你依人在这 没想到 你现在已经开始欺压员工了 要不是我看的任人是沐少俊 给你这个面子 你现在 能在探亲待这么久吗 江总 我错了 我对不起 一句错了就想稀释一个人 警官当中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像他这种 必须严惩 对 对啊 该怎么严惩呢 你想怎么做的 这是我这种身份 没有说错的 石总 我真是回事啊 那就 让微温小姐 成情成义的跟我道歉吧 道歉 微温小姐 你这可不够有诚意 对不起 苏小姐 是我我得取呢 我带您道歉 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吧 那好吧 我原谅你 苏小姐原谅了你 不代表公司 能容得了你这么胡来 这次扣你半年工资 要是再有下次 事情就不会是这个处境了 是江总 不会再犯了 好了 听好了 今天晚上是我的生日 我会邀请公司同事来我家别墅 参加生日宴 你们的任务呢 反而是照顾好大家 环境必须整洁 博物必须到位 真是把公司员工 当自己家用 一个都不许迟到 特别是你 苏桑宁 这里怎么是你家呢 现在归归软随了 那可能 那你 看起来不会难过呀 有些毒是吧 哎呦 没事儿了 大家好呀 我都邀请你们来我正位投华的别墅做客了 今天还是我的生日 你们不得表示一下 一个人 888 开哥 赶钱吧 是你让我们买的 又不是我们非得了 凭什么给你赚钱 就是就是啊 这给钱是情义 不给钱是本分 怎么本事要啊 怎么 不想给 你们的绩效还想不想要啊 别忘了 绩效和奖金 可是我 不 就知道你没什么好心思 说白了就是你要钱吗 你胡说什么 我哪里瞎说的 不是你当初 求我租给你一钱房子的吗 我租金退你 你赶紧收拾东西快走吧 微经理 没想到这房子是租的呀 你可真是比塑料袋还能装 你去哪啊 这生日过不了了 你得把大家的钱退回来吧 刚刚给你耍的这么多了888 怎么 你们都想造反吗 绩效都不想要了 你少在这里威胁的 是 绩效是跟大家的努力有关 你算什么 算什么 我是公司经理 那就请微经理 把大家的血汗钱都还给大家 不然的话 刚刚手机里的这个录音 明天早上就会放在 江总的办公桌上 谢谢 你满意了 微月 江总的电话我还真有 他一会就当 郭部长 你好大的威胁 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蔡英星跟你姓了呢 江总 对不起 我 我再也不会 请你原谅 我们大家可担当不起 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 你正式被降职为战略部副部长 苏小姐 从今天开始 你被正式升职为战略部副部长 苏小姐以后就是你的顶头上司 啊 啊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交钱 你应该臭宝洁也闹上钱 你去 准备点吃的喝的 还有你 打算一下卫生吧 你就不怕你这么压榨员工 这判新的总裁知道 知道 谁会知道 是你能接触到总裁 还是你们有总裁的联系方式啊 过来吧 你好大的胆 竟敢把我的别墅租出去 牧总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不是吧 微经理 你就打算给大家吃这个 这个怎么了 好吃又健康 健康 亏你说的出口 就算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收了大家那么多钱 你也不能这么糊弄过去 你要是有意见 自己出钱做饭 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一个臭宝洁 什么反应 他怎么没有发现权 你又高级到哪儿去 对啊 你高级到哪儿去 大家都是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只有你说的不是 三人干啥 三人感到 温元小姐 这个房子不能租给你了 不用不用 江总 我觉得当个保洁挺好的 你不用给我伸直 我受这个亏 这要是伸直了 万一沐少君又拿沐岩出去 他岂不是要在我家住一辈子 不行不行 苏小姐 不必客气 这是因为你对我们灿星 做出了杰出贡献 要不是因为你的直言 我还不知道我们灿星 会有这种害群之马 房子的事今天应该是刺激到他了 我还是给他买回来 想个办法送给他 李牧 买一下沐岩的别墅 不论多少钱 别怕 有我在哪 要不 今晚我陪你睡 那 你睡地上 你舍得我睡地上吗 我我先回屋了 晚安素素 我怎么就沦陷呢 喂 有人要买我的别墅 喂 素素 这家酒吧的营收非常优秀 是目前最值得投资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好好考察一下 李牧 今天不聊工作 好好快乐 你坐 坐 素素 来姐姐吃口水果了 来姐姐 敬你一杯酒 真听话 我跟你说 沐岩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他跟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蹭吃蹭住 他不喜欢我 我还不喜欢他呢 你说是吧 是的 苏总 干嘛 沐总以前别墅的卖家 我已经联系过了 他不卖 不卖 不卖就继续加价 我就不信他不卖 谁 苏姐姐 要不您也看看我 看 都看 小说 帮你过来 来 苏小姐好雅兴 还有心思在这种地方寻欢作文 苏苏 是我不如他们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没有 我没有啊 啤酒不见了呀 你现在都沦落到做男模的地步了吗 好歹我也是你小叔 你要吃不上饭呢 你可以跟小叔我说呀 你这样做会丢了牧师的脸面吗 还真是走到哪儿 都能听到你们一公一母在这儿全非 你不就是仗着嘴皮子里 除了这个 你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 我还有身材比你好 长得比你漂亮 你现在不是这种男的 照顾客人应该对你来说不难吧 帮我倒回酒吧 服务小说 是我的荣幸 服务小说 是我的荣幸 这扔掉了 帮我剪一下 哎呀 我是不小心的 我少俊 不觉得你自己这副嘴脸太过分了吗 过分 这个不是他的工作吗 什么过分 大不了多点些酒 他提成高一点了 那你的工作 就是傍大款给人当想骚什么 所以你现在跟木董在一起 是为了赚提成吗 你 这个够不够 这些呢 这些够不够 我现在这点钱就可以买他牧一案的尊严 你以前的高贵和傲慢 木董 这个劳力士 怎么写的玻璃士 看样子 这牧师集团的财政大权 还没有掌握在你手上呢 哎呀 木总 是一身意大利西装 连吊牌都没摘呢 该不会是一会穿完 还要退回去 看了小说 我并没有读到我的经纪 难怪都不接你了 这里是我定的位置 把老板穆先生当位 这TX酒吧 是整个城中最贵 最大 最顶级的酒吧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 您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被江总定走了 恐怕 您得挪位置了 就你这个别赛 别敢抢老子的位置 我是至尊区的贵宾 有优先挑选卡座的权利 除非 你也在这里定了卡座 否则 这里就归我了 小说 要不要您也升级一下 我们木董 是牧师集团的一把手 小小至尊区 当然不加关系 说 我倒要看看 这至尊区能有多少钱 让你们这群狗脸见人低的 见解释 好 今晚 牧师集团总裁 消费一千万 什么 一千万 那个 盐 你知道小叔我 小叔 盖部退款 玩得开心 不等 好好好 你们都给我等着 所以 你还没有回答我一开始的问题呢 是我的脸没有他们好看吗 还是我身材没他们好 你当然比他们好 那你为什么去点男朋友 这家话没有野花香吗 你凭什么管我 你以什么身份 刘古 我说想以男朋友的身份呢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想做你男朋友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真的以为 我赖上你 是因为我真的无处可去吗 喜欢我 我喜欢你 自从我们那一晚后 我本来想向你表白求婚的 但是你跑了那么多次 最后开着我的车消失了 难道你没有看到满车的玫瑰花了 这么多玫瑰花 也不知道给谁买 这么多玫瑰 也不知道给谁买 都占了 所以 那些玫瑰 是要送给我 对 在那些玫瑰当中 还未没钻钱 你没看见吗 所以 所以你现在可以给我打 所以你现在可以给我打 我我先回去了 牧总 那边还想买您的别墅 你下方五个亿了 不败 喂喂 看看你刚才撞 我也不知道这事 怎么就成这样 你还不知道 刚刚因为你的怂恿 让我没了一千万 你干吗 打的就是你这个爱莫逊 我叫 你今天最好玩 钱充善心给我捞 不上我的 要不然 我撕了你的车 都是你害的 他居然喜欢我 我呢 我喜欢他吗 我好像也不讨议他 真不知道你醒了什么会 为什么 还上不长这个位置 那就不劳您操心了 毕竟现在您的观止还比我小 是不是 就是 微副部长 还有 记得叫我 苏部长 小任可志 你别太过分 苏部长 今天晚上需要你去洽谈一个最难成的客户 李总 这不会难道你 对吧 你这是 激将法 所以你怎么说 不过 您不得不去 不是吗 苏部长 我 怎么办 怎么办 我 怎么办 我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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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安 让松一手穿着性感的衣服去见客户了 他去了吗 去了 两分钟给我查出他在哪还有 把那客户的信息给我调出来 是 来 李总 我为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招任的战略部部长 苏张宁 苏总 什么苏总 李总您太客气了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部长 您叫我苏部长就行 就是就是 我相信啊 我们苏部长 今天一定自己把您配好 是不是啊 苏部长 还不快敬我们李总一杯 李总 来 我敬你一个 不敢谈不敢谈 天鹤的事 我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呀李总 您正说到哪里话呀 您要是没有发言权 那我们岂不是想要语言 来 李总 我敬你 李总 我先试试一下 老李 老李 投资不是谈恋爱 不是人越多越好 这个道理还要我教你啊 是是是 苏总 你教训你 算了 看新的项目以后你不用管 我 你 你对我对我对我 摸着 不让他发现 哎 谁啊 该不才一打老子 哼 以为是莫总啊 最好不要多个一些事 哎 算了 我现在只是一个保安 小心 就 今天我就不给你一般技术 李总 你觉得这地方是你想来就来 想不走就走的吗 苏桑女 女生犯险的事情 我不想在你身上看到第二次 你的安全是最重要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但是你今晚也很冲动 如果你得罪了李总 你的餐馨的日子不会好过的 你是在担心我 我会考虑周全的 这位老李 他是个气管员 只怕今晚的日子 更不好过了 李总的老婆 不会是你教去的吧 是 对不住了老李 今年的年终奖给你当倍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灿心的好像 都是你透露给布什基团 作为你的上司 我有权利开除你这样 道德败坏的员工 苏桑年 别太过分 你看 更过分的人是你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背地里搞那些小动作 薇薇安 你被解过了 吩咐下去 全行业封杀薇薇安 苏小姐 好好送送李夫人 李夫人 这边请 牧总 牧少俊 上钩了 很好 牧少俊 没了VVM的支持 已经走投无路了 李总这单 让给牧少俊 你去安排 这次 我要让牧少俊 老底都亏空 是 还有您的别墅 已经加加到八个亿了 八个亿 哪个亿都要得出这么多钱 就是说 卖掉吧 焦裕就约在今天晚上 慈善晚会上见面 是 苏总 牧总别墅的卖家 非要在今天的夜会上见面 别的时间都没有 知道了 你一定要做好 我身份的保密工作 你怎么在这 你干嘛 我还能做什么 之前我给你的表白 你还没给我答复呢 放心 在你没给我答复之前 我不会对你做任何过分的事 我 我会认真考虑的 帮长李总的感觉怎么样呀 他可是有一个很发护的老婆 你可要当心 我看 该小心的人是你 就是他 是他归你老公 高热乌老公不说 也还敢给他介绍别的女人 李夫人 你搞错了吧 归你老公的明明是他呀 我不傻 你什么心思我不知道 你们菜生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为什么这样的人 还能留在贵公司 李夫人 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们参心 一定给你留交代 你被开除了 开除我 慕少俊是我男朋友 他可是慕氏集团的组裁 随便几个顶单 最够参心赚几个亿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开我 我 啊 啊 慕 领班叫我是吧 好 我马上过去 啊 借意大利定次西装 换红线把家 嗯 服务员 来了 啊 这不是做作兼职 都赚点钱吗 嗯 顺便帮江晨卖个房子 你怎么在这儿 啊 我 我提我前姑主来的 顺便提他买个别墅 他在国外回不来你知道的 啊 那挺巧的 前姑主就是你那个美项 是啊是啊 那我 相逢变成了缘分 喝了这杯酒姐姐放进去 好 老哥哥 我真的喜欢你 你现在快来得及 那么烈 我喜欢 什么人 你都会我的好事 把他给我带下去 你强奸最起诉 你找我谁吧你 沐妍 你怎么样 没事 苏苏 我好难受 沐妍 你怎么这么多蓝桃花 算了 就是要紧 苏苏 我想等你完全爱上我之后 再发生这种事情 我不介意 不然你 我介意 他人还是挺不错 别说我已经买到了 想办法送给你 苏苏 你再紧快 对 你再紧快 对 你再紧快 对 沐妍 威威威爱那边 果然设计 让沐少俊 抢了李总的单子 现在沐少俊 亏了至少五个亿 现在沐氏那边 没人坐镇 乱成一团了 暗中低下 沐氏股份 还有 别让别人知道 十五人是我 是 还有 天河集团想要和蔡星合作 这不挺好的吗 好是好 但是 天河集团拿出之前 您卖的伦特别墅 想赠予您 说是 非常同情您的遭遇 行行相惜 什么 难道 苏小姐是天河集团的人 苏小姐 究竟和天河集团 有什么关系 谁 没什么 你先下去 好 苏小姐 你究竟是什么傻子 恭喜沐总 拿回属于自己的别人 这孩子 沐阳 发现 我好像爱上你了 从我开始做你的秘书起 到现在 发现感情好像不一样了 真的吗 牵扯完全 我 苏桑你 喜欢你 莫义安 我也是 记不记得 是你吃饭 还是我吃饭 都把你回忆一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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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一下 十一点三十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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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愣着 怎么我怎么就管我呢 跑什么 我没跑 你忘了 昨天晚上你对我深情告白 我们之前已经没有隔阂了 胡说 没有 我好像爱上你了 哎 哎 哎 好了不闹了啊 上班去 慕总 第一家收购牧师股份 别让别人知道 持国人是我 慕少俊也约见了 天和其他的总裁 想让天和给牧师融资 好 你也帮我约一下 天和的总裁 我们也去会会 苏总 牧师机长的慕少俊 大了关系想见你一面 商量一下投资牧师的事 不见 灿星的幕后老板 也想在这个时间段见你一面 有意思 那就两个都见 我倒要看看 这个灿星的幕后老总 究竟是什么 走路不张眼是吧 当我大婶推的起来 撤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书部长 看来这以后出门还是得看一看卦下 以免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脏了眼睛 看来亏欠五个亿 已经催了他急不可能拿下天和的投资 书部长还真是一家监局 你一点没变呢 呀 这几日不见木总 您怎么变得憔悴不已 形如枯稿 是不是失去五个亿对您来说打击太大了 要不是灿星暗箱草 我怎么会这样 这什么事情呀 多找一找自己的原因 这跟灿星有什么关系 我是牧师级男的总裁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吵 你这个进 我劝小叔还是有些份赠 别丢了木家的脸 好你个屁 轮轮成这样还要承拥是吗 知道这是什么 这里是天和 别当我见天和的总裁 拿投资 不好意思木董事 总裁身体抱恙不方便见你 还请你回去吧 我约好了今天见面 你们天和就是这么对待客人 不行 我必须要见到天和的总裁 木董事 你是想在天和集团闹事吗 哎呀 原来木董事见不到天和集团的总裁 看来是您面子不够大 您请 你这个体调 还不赶紧让开 木董事 你如此对我的客人 我想 也没有必要合作了 你还是带着你的小心思 回去吧 保安 将木董事请下去 林董事 我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林董事 不必 谢谢 天和集团不欢迎 苏小姐 这种无理取闹的客人没有吓到你了 多谢林副总刚才仗义直言 但是我的女朋友 有我护着 以后就不劳烦林副总 苏总 您回来了 你是苏总 苏总 您回来了 哦 苏总 您回来了 哦 对了苏总 这边有个会 需要您开一下 以后 去一下 哦 所以 你怎么在这 林副总找我有事 所以我来了 那你呢 你怎么在这 哦 我刚刚看见木少俊鬼鬼神祟的在外面 肯定有什么阴谋鬼际 所以就跟进来了 正好就碰见你俩在吵架了 到底合理 喂 义涵 快回来一趟 爷爷想你了 我知道了 臭小子 你可算回来了 你看这是谁 surprise 颜安哥哥 这么多年没见 你有没有想我 没有 颜安哥哥 我知道你离开牧师了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委屈自己 做个小保安吧 做保安怎么了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我很喜欢现在生活 你怎么这么说话的 这是韩家真的想帮你啊 颜安哥哥 你跟我在一起吧 这样 韩家就会是你的靠山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东山再起的 你看姐姐对你多好啊 你比较身在服装 不知福啊 爷爷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您别三合了行吧 不就是那个小保洁吗 他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我并不需要他帮我什么 我爱他 这就够了 韩小姐 我谢谢您的好意 但是我很爱我的女朋友 而且 我也并不需要韩氏的帮助 爷 我走了 颜安哥哥 我不会放弃你的 我们的人 已经顺利进了牧师 慕少俊 也迫不及待的让他升职到了总经理的位置 意料之中 他已经山墙水晶了 是的 而且 总经理是我们的人 牧师只会坍塌的更快 我需要赶紧恢复的身份 对了 韩七七很麻烦 我不想速度受到任何伤害 是 我先走了 颜安哥哥 我给你买了些礼物 看来喜不喜欢 我对你没有任何别的情感 这么多年来 我只是把你当作为美 还不要做这么多无意的事情 颜安哥哥 你不能这么崛起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外面的女人哪有我这么爱你 慕颜安 我在外面工作 你倒是快活 这又是哪来的女人 颜安哥哥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 我再说一遍 我对你没有任何别的感觉 我女朋友快下来了 我不想他误会 颜安哥哥 索索 颜安哥哥 他没有我有钱 没有我好看 连穿的衣服都是给我记的 喜欢这种女孩 你跟他在一起真的开心吗 非常喜欢 我也非常感谢 放手 苏扫你 我记住你 哼 你 你都看到了 看到了 给你买了那么多礼物 怎么没带回来呀 苏苏 我对他真的没有任何感情 他之前一直缠着我 我只是把他当作我妹妹 只是把他当成妹妹 那真的苏苏 哦 你在意我 谁在意你了 别往此有点少贴近 苏苏 有了你 我不可能对任何女人感兴趣了 今后我也不可能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今天你也看到了 是我在拒绝他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 真的 我保证 知道了 嗯 大家手术工作呢 都先放一下 今天啊 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以后韩琪琪就是你们部门的经理 大家 掌声欢迎 空降来的吧 在背景一看就不笑 可不是吗 这可是咱们古端韩家的大小姐 以后呀 还是得奉承着点 你 跟我出来一下 苏小姐 你这鞋看上去不错 很耐穿吧 什么牌子的 没有什么牌子 在网上随便买的 也对 一般大牌的鞋子都不耐穿 走两步就坏了 这么看 杂牌也不错 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优秀的人 就算穿地摊货 别人也以为是高定的 开个玩笑 我这个人呢 因为工作原因 买鞋只买舒服的 毕竟穿着不舒适的鞋 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不是吗 伶牙俐齿 杨哥哥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女人 沐妍喜欢什么样的人 喜欢谁 也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我算什么 你算什么 你配合我 我是唐唐寒家大小姐 未来的韩式集团继承人 你算什么东西 我算 沐以安的新上人 你 我能给他财富 让他东山再起 我能给他的 是你远远都比不了 一百万 离开以安哥哥 两百万 对于你这种女人来说 应该够的吧 不要不是好歹 不要是吧 你不要以为 你不离开以安哥哥 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吴管家给我高薪聘请以安哥哥 去韩式集团当总经理 在资本面前 在实力面前 苏桑宁 你算个什么东西 林沫 给我花高薪 把沐以安聘请到天河集团 当总经理 场面必须要办大 沐先生 我们韩式集团愿以两百万 请沐先生为总经理 没进去 先别急着拒绝嘛 沐先生 话还没说完呢 韩总准备了一些小新衣服 相信你一定喜欢 这件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 David设计的西装 朵朵风华系列 全国只有十件 这个是恒大 新出转金条 还没有发行 沐先生 我们韩总 非常希望你能够入职 韩式集团 有劳务管家把这类东西 全部都带过去 我是不会进入韩式的 也让韩西死了 以安哥哥 你为什么要放弃啊 是多好的机会 难不成 是为了这个图包子 两百万的年薪 加上这些昂贵的礼物 你拿什么和我争以安哥哥 就凭你这一身 廉价的布料 给你留点面子 赶紧趁现在 知难而退 离开以安哥哥 就算他粗骨你一身 也比你这 金玉其万 败须其重了好一百倍 以安哥哥 你 你们 天和愿意年薪九百万 聘请沐先生为公司经理 看来 韩小姐的算盘打错了 这天和集团啊 可比你们韩式集团好多了 天和集团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沐先生得胎兼备 要是能加入我们本司 那就是我们的荣幸 这是我们天和的见面女之一 你驾私人飞机 听说沐先生喜欢钓鱼 这座私人岛屿 就是我们天和的成绩 不知道 沐先生意想如何 不好意思 这天和集团 最大的投资公司 而且 他们挺有诚意的 要不然你去吧 你们这么挖人 经过我这个副总同意了吗 我出一千万 留下沐妍 一千吧 你让他给你当保安 现在又唱的是哪出啊 因为沐妍是我最看重的人才 自从他来到我们探星战岗后 我们公司的营业额成倍的提升 这样的人才 我是不会放他走的 那我要是就让他去天堂呢 我喜欢沐先生的人品 我愿意加价 我和以安是最好的兄弟 没了他 灿星就没了吉祥物 我也愿意加价 我欣赏沐先生的能力 我继续加价 今天无论你出多少钱 我都会再加一谋 我是不会让你再加一谋 两位两位 你们别吵了 我目前没有跳槽打算 还是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你们都请回去吧 你们都请回去吧 所以 你现在是一个 年薪千万的否安 啊 苏苏 江总 在我落难时候帮助过我 我必须得回报他 苏苏 你就让我待在那里 我总觉得你跟他的关系不一般 他不会是喜欢你吧 那怎么可能 他喜欢女的 他前女的都十七八个了好不好 但是 一个年薪千万的保安 你不觉得很离谱吗 因为 他在创建蔡新的时候 忙过他大忙 他回报我 我怎么总觉得 你跟像是他的老板 我 我 怎么可能 你误会了 反正我就觉得 他对你有问题啊 你也会离他远一点 好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吃吧 你走 大家今天都怎么了 这是韩经理上前公司所接压的项目策划23份 今晚下班前韩经理要看到整理出来的全新方案 一份都不能少 韩经理就是 刑场失忆 至少罢了 是以全压力 但你也没有办法不是吗 得对我们的韩经理 你还想要回事过 你这么大伤干什么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耳朵不好使啊 一个宝洁 靠着不属于自己的关系 走到了部长的位置 还恬无知识地继续留着 真是厚脸皮 难道韩经理 不是靠着关系 走到现在是个部长 你 我们现在也只能照着安装的意思就是就是一刻的小小部长跟堂堂韩塞了解 熟尽如同我们还是分得起的 苏部长 明天上午 我要你们的项目方案 大家也都看到了 既然文件已经分发下来了 大家分一分一起忙吧 苏部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刚才说话 你们是没有听到吗 苏部长我们家老母猪生三餐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呀 这不巧了吗 我家的也是 所以二位 是不想做了 要是韩经理给你的任务又不是给我们的任务 况且现在跟着你我们也没有前途 毕竟人家是韩世仙京大小姐 我们以后的是不是更难过 如果二位适合而止的话 我可以寄往后修 哟哟哟哟 还寄往后修上啊 我们就没有一个座 你都怎样 跟着你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请不想让一下别让我们的发财路 是发财路还是不归路 过几天二位就知道 苏部长你再多分我一点 好 我去看看 哎 怎么这么还不过去啊 韩奇奇布置了任务 规定今晚必须得完成 没想到 江总 你就在那看你啊 哦 你 我要的方案呢罗组部长 该不会没有完成吧 也对 以你的能力做不完也是正常的 这是你要的方案 什么 你一天时间做完了这个方案 是你帮了他吗 你该不会瞎写什么来糊弄我吧 你还是好好打开看一看 再发表意见 一探 你就写这个东西来糊弄我 内容都是从网上摘抄下来的 你就是这样糊弄我教会的工作对 韩经理你仔细看 到底是真不好 还是你不想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清楚的是 你没有认真完成我交代的工作 韩经理不去批评不完成工作的员工 反而在这里批评完成了工作的我和珊珊 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上次你跟我说 你们家母猪生产需要陪护是吗 看样子是时候给你放一个长假 你既然已经同意了 那你就收拾收拾走人吧 我以战略部部长的身份通知你 你被解雇 你凭什么解雇我们 我们可是正式员工 就凭你 不听上级的指示 作为战略部的部长 我有权利开除 不工作的员工 时间已经不早了 收拾收拾东西 走人吧 韩经理这 HR 现在立马给我开除战略部 晃珊珊 求求你韩经理都错了 不要开通过好不好 韩经理好大的口气 请问你是珊珊小姐吗 我是天河集团的HR 给您打这个电话呀 是希望您可以来天河上班 年薪一百万 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 因为你在参兴集团的表现很好 有人推荐你入职 是不是你苏部长 太感谢你了 不用客气 凭什么 你说的是一项红楼的烂方案 但是这份方案 也有我的意味 你是连我的 人们都治愈了 我没有 方案是好方案 苏部长和珊珊 做得不错 倒是你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 我们灿星不需要偷奸耍滑的缘故 韩经理是你只是我顾虑的苏部长 你不能就是不救啊 谁只是你了 你别蓄口喷人了 明明是你自己想偷了 还赖在我头上 哎 这下全完了 你做错了事 向苏组道歉 我凭什么向他道歉 他不配 我在韩市还是有些人来 你现在不向苏组道歉 你们之后的几个项目 我不能保证能不能顺利进行 不要问以安哥哥 苏部长对不起 原谅我吧 以后别再缠着我男朋友就行 以安哥哥是我的 至于你 我也不会放过 给我找到苏组道歉 确定很为之 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反正回报苏部长的开除之恩啊 两人过来吧 你怎么知道你这么说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 我还要什么后果啊 不好了 牧总 之前被苏部长开除联工 出现在大厦监护范围之内了 看看苏组道歉 你还在不在郭位上 好 苏部长不在 糟了 没事吧 没事 不安心 没事 走 你最近真的很奇怪 江城他到底是不是总裁 是啊 你不是这些都知道吗 怎么突然作问 里面有人吗 韩琪琪本来一直就在这里 那让他发现了 哼 苏丧年 我就知道 你就是个水性娘发不知简点的女人 不好好上班 跑到这里俩和野男人私会 你对得起一样哥哥吗你 江总 我们探心 可容不得这种品行败坏的女人 韩经理 这一出戏唱的可真是够大的 请了这么多观众 怎么 这你就想走 让开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情了 我只不过是在杂物间里休息 你就在我的房间 小心自己聪明法会聪明的 你不用在这里抢词多力 给你的肩膚拖联时间 江总 我敢保证 这个肩膚就在这个门后面 只要把门打开 一切真相大白 到时候让大家看看你这副嘴脸 我说没有就是 江总 这个野男人就在这个门后面 你要不要脸 得扰人处且扰人的道理你懂不懂啊 你还想怎样 我想怎么样 你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没有想过后果吗 我身为寒家大小姐 怎么会向你个小员工道歉 好呀 那这样的话 我只有请法院给我一个公道 诽谤罪可是要做了 不行 我不能被上官司 对不起 你说什么 你大点少 我听不见 你别太过分 过分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想过吗 对不起 行了吧 行了吧 行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 你就跟我律师说 对不起 这还差 好了 你别看了 我冲作 今天呢 跟大家宣布一下咱们接下来企业最新的规划 国际上波幅盛名的天河集团正式和我们参星合作了 内容方面就交给韩经理旗下的战略 由苏部长 不做 好 好 好干嘛 大家加油 自己做自己公司的方案 这苏部长啊 一路从保洁升到现在啊 保不起啊 真是这样升上来的 这个说不准 你看他平时打扮的花枝招战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色 一安哥哥 是我 怎么了 我和我女朋友在这儿休息 有什么问题吗 韩经理 财星集团不喜欢搬弄是非的员工 你这半年的工资全部给我扣光 要不是看在你父亲是股东的份上 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 听到了吗 不要挑战江总的底线 否则这个灿星 就没有你韩琪琪的容身之地 韩琪琪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容 别太过分 一安哥哥 别碰 请你注意分寸 去哪啊 刚才造谣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你现在就想走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部门的任务完成的非常的出色 并且得到了天河集团的认可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这么大的功劳 集团不会忘记 江总也不会忘记 下周三天河总结会 届时天河集团的礼幕 应该会亲自表彰功劳最大的人 那么这次功劳最大的人 自然是我 方案和设计图都是我做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瞎说什么 这个东西明明是我做的 你看上面还有我的署名呢 这是我日日夜夜做出来的 你凭什么 就凭你只是我手底下的一个兵 韩小姐不要脸的本事 真是让我自自开业 你 不站立还想打人是吗 颜安哥哥 你别叫我 我不认识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颜安哥哥 你这次要是再暴毙他 我就不让他去天河的总结会 那里可是有头有脸才能进去的 最适合他这种水星凉花 喜欢勾搭有钱人的人 一张邀请函而已 你以为拦得住我吗 那就 是你吧 苏桑宁 你别以为你租了一身奢侈品 接待就会放你进去 这里可是全球顶尖投资公司 天河集团 你呀也就只能在门口装一下了吧 那就拭目以待 不好意思 你们不能进去 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邀请函都没有 你就放他进去 凭什么他就不需要邀请函 他是走关系进来的吧 在这里滥用直传 你说哪位 他 他不需要邀请函 你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有邀请函的 你们可以进去 但还请对里面那位尊重一点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那苏桑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 什么身份也不过是下的人 哪里比得上我堂堂韩家大小姐 你就算进来了又怎么样 得罪了我 你一样没有好过这事 得罪了你又怎么样 韩小姐 你连给我提鞋了 你这个小 哥 一安哥哥 又帮了这个小镇说话 韩琪琪 请你适可而知 如果你再用下三滥的时候断 那我是谢韩伯父 叫你他们一管好的女儿 怎么样 我刚帅啊 自怜狂 今天穿得很美 你这身保安服 也挺帅的 一会儿 我有惊喜 我一会儿 也会惊喜给你 请大家安静一下 前段时间 天和和灿星的合作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天和集团的林木 来为我们介绍本次的功臣 为这次项目做出贡献的员工是 韩琪琪 你确定这个项目 你是最大的梦险者 我怎么记得 这个项目的策划 是苏部长的 这不可能 这个项目的经理是我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撒毫 这个项目 是我日日夜夜看着苏桑林做出来 怎么又生你的 人阵物阵巨载 你还要狡辩吗 那 那对这个项目贡献最大的 应该是优秀 且品评端正的人吗 他苏桑林根本不够格 这边搭着已然哥哥 那边 那边我亲眼看他上老男人的豪车 这 这是天和总裁的车 送你出去 照片都有了 那肯定是 水性洋花的女人 总是要依附老男女 也不知道苏桑林 一天要付多少个来 这一路走来 不容易打 韩小姐是觉得我的员工 林副总 她和老婆 什么 照片里是我自己的车 我的员工替老板开车 有什么问题 总裁 谁是总裁 不裁 这天和集团的总裁 正是在心里 你说什么 这 这不可能 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既然你无话可说 那我来说 你急功近利 搞得整个设计屋 乌烟涨气 对下 你欺压打骂 对上 你急进程 又是个关系户 我天和容忍不了的证 江哥 你们参心容忍得了 是 我们参心容忍不了 我知道我错了 苏总 求你不要把我从参心赶走 我家里的三十个亿 还没有还完 晚了韩小姐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多次陷害 如果我要是一个普通人 凭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早就怎么做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如果是我对你 做了同样的事情 再跟你道歉 岂会原谅我吗 天和没有你这样的圆梦 既然如此 韩小姐就收拾东西回家 您不请投资 给参心的那些钱 我会稍费 苏秘书 不 应该叫你苏总裁 你最好好好解释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回家 牧总 我们安插进集团内部的人手 已经成功将牧师集团席卷一空了 牧少俊最后的希望 也已经破裂了 牧师那些老古董们 准备下周开会GDP的牧少俊 到那时 他们会希望您重新掌权 那就 收网吧 都是你这个败家 牧师集团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和你脱不了关系 你们那个骗子 不由于你还将其奉为高位 你什么脑子 要不要我们 把牧以安请过来重新做董台 我已经通知以安了 他现在一个在来的路上 小树 回来了 我牧师集团还是要靠里面 我不同意 我为公司的大妈 我死都不会同意让牧以安回来接管牧师 小树 你口气不小吧 是 确实不用回来 公司都要被他摆不光了 就算没了 你别想回来 小树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是股东们请我回来的 他们反对就如何 现在公司还是我说了算 你好大的口气 沐绍俊可真是好大的口气 沐绍俊可真是好大的口气 沐绍集团原本风光无限 到你手里才落到今天的下场 你可真是一点都不为沐绍集团好 你怎么知道 叔叔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 我不是盼牧师不好 我比谁都希望牧师好 现在您来了 我有个不请之请 天河可以说过牧师集团 但是价格 只能按市场价的议程 我就都 送给我们家颜的礼物了 一程 你 你这是称国打劫 你说对了 我就是称国打劫 你要是同意呢 咱们就签合同 你要是不同意呢 买就行了 你啊 严格不能卖这价格太低了 严格不能卖这价格太低了 是什么 不是好大也是我们的心情 一程不堪心啊 是这样吧 我再去 对我们赛星院的联系收购 或许 加个高兴 牧总 我有及时跟你汇报 坐 牧少俊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刚才他打来电话说 愿以三折求餐行收购牧师请 三折 又预想还低啊 他大概是被苏小姐的价格吓到了 着急脱手吧 你联系他 让他明天给来签合同 好 你想回牧师当总裁的梦 这下可落空了 因为你们老板已经同意收购牧师 这辈子就在这当个保安 那还得恭喜小叔得偿所愿 苦心静一番把牧师经营没了 经营没了总好过让你回来 做个保安带路 总是你的工作吧 还不赶紧带我去你们总裁办公室 当务了大事 你赔得起 请吧 既然都到了 你还在愣着干干嘛 你居然还想信总裁办公室 你在第一店的身份 可以吗 小叔 小叔 我佩佩 一会儿您就住了 江河董 您快把这个住房 别耽误我们签合同的大事 沐董 这是要把我们的总裁 干哪儿 什么 你说他是总裁 小叔 重新介绍 我是探星集团的幕后总裁 您可以叫我 沐董 就是你 这不可能 苏苏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其实 我是牧师集团的幕后总裁 我瞒着你是因为我 我早就猜到了 所以那天我才去牧师集团给你押价啊 说起来 那栋别墅也是你买下来 然后以抽奖的形式送给你 对吧 嗯 我就知道买了过来 如果我们是不是有症啊 有症啊 我们忘记领健康症了 嗯 上次听林沐说 这家酒吧的营业额最好 结果被沐少俊打断 没来得进考察 这次 我要好好考察考察 呦 新来的 转点转看看 模样倒是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前途后翘的 公子哥肯定喜欢 跟我来 啊 我面试的是服务员 你是不合规的吗 你怎么在这儿 哦 我约了几个朋友在谈生意 苏苏啊 你这又玩的什么老套了 就是我们酒吧新的服务生 清纯可人 可以陪先生喝酒 要是您做的更过分的事情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借钱 我怎么不知道 酒吧新出了服务生陪酒这一箱 这是最新朋友的 若先生不喜欢 我们也可以换人 我沐一安的酒吧 什么时候轮到你当家做主 大老板 您来了 刚才你们在外面说的话 我都听见 你眼前这位 是我的妻子 这间酒吧的老板 对对对不起老板 是我也下 是我也下 苏苏 今天酒吧又送你了 这人你要怎么出去的 全看 竟然 趁着大老板不再暗箱操作 逼无辜的女孩陪酒 你这么喜欢陪酒 你就陪我们俩喝高兴了 然后再去财务领公司吧 从今以后 有福录有 沐一安 你到底还有多少产业瞒着我 怎么走到哪都是你的地盘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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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